现场的连线报道 陆军官校也加入了救灾的行列了 他们用流龙药送物资前进新开部落 情况如何呢 我们连线请翁重文来告诉我们 重文 好了 现在山区已经出了大太阳了 不过国军是顶着烈日在运补物资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开跟新发的这个地方 每天还是有持续物资在进进出出 不过非常令人感动的是现在国军的这个陆军官校的学生 事实上他们牺牲他们的这个暑假的假期 来到这边来投入再去的帮忙 我们先请教一下这个是指挥官来跟我们谈一下说 这些学生呢是他们都是自愿自发来这边的 是不是在帮助灾民 是的 是的 他们都是自愿放弃暑假的时间 然后参加这一次救灾的行动 因为我们在学校平常教的就是爱国家爱百姓 他们给了这个热忱来加入这次救灾的行动 天气很热 就是说会不会担心这个有些学生可能会中处 因为昨天好像有些学生好像因为体力可能就是 因为带来真的很大 那怎么样来这个预防上的问题 我们衣冠还有救护车都有在我们指挥所开设 衣冠也随行 然后我们有必备了充足的药品 学生只要身体感到不舒服 他们就由衣冠来接手处理 我们也会要求学生在这么酷热的天气之下多喝水 以防范重暑的情形发生 好 咱们谢谢 谢谢 我们可以看到了这边呢 他们也非常感谢这位学生 灾民也都很感谢他们能够投入这个灾区的一个工作 像是目前现场推进情形 镜头交换给彭内主播 好 我们谢谢崇文 带我们来看到路关学校的学生 现在也放弃了他们的暑假 一起前进灾区来响应救灾的工作 我们谢谢崇文的领先报导